Hello 大家好 我是德士峰醫師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 關於痘痘的口服抗生素治療 大家都知道痘痘從輕微的粉刺 到嚴重的一些濃炮 囊腫等等 它有各種不同的面向 所以我們皮膚科醫師就要選擇 各種對應不同的治療 那其中口服抗生素呢 是我們非常重要的一個夥伴 那在這一大類裡面 又以四環酶素類為最為強健的 所以今天會針對這一部分 為大家做一些介紹 那四環酶素類的歷史其實非常悠久 它大概在美國1950年代 就Tetracycline的藥症就已經過了 那第二階段的話是 Docicycline跟Minocycline 它大概在1960 70年代的時候過 而近年大概2018年的時候 有個Cericycline 這個比較新的四環酶素類 也跟著在美國上市 但台灣還沒有 那這些四環酶素類的抗生素 為什麼可以治療痘痘呢 我們就要回顧到說 大家想到抗生素是為了治療感染 但是痘痘並不是只有感染症的問題而已 我們會說皮脂的分泌 角質的堆積 細菌的增生以及發炎反應 這四個步驟都非常的重要 所以四環酶素在這四個病理機制裡面 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它當然會有一定的殺菌的功能 就是殺掉我們的錯症感菌 第二部分呢 是我們會發現 四環酶素會降低 皮膚裡面的油理脂肪酸 它的含量 那這個油理脂肪酸呢 會影響到這個錯症感菌 它分泌出一些發炎物質的 活性如何 所以間接的 它也會讓這個細菌的活性變少 讓發炎反應變少 那我們大概知道說 它是為了抗菌 跟為了抑制發炎反應等等的 那我們應該要怎麼吃 應該要吃多久呢 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啦 那剛剛講到這些機制呢 都不是一觸可擊的 它需要一段時間才能夠看到效果 所以一般我都會說 你如果要開始吃抗生素 請你乖乖配合 照時間吃兩三個禮拜的時間 會比較好 那我們也不希望你吃的太久 在學會的建議會說 最久不要用到超過三四個月的抗生素 以免產生抗藥性 因為抗藥性其實算是一個 非常嚴重的議題啦 拿一個數據給大家參考 在1979年這個錯痠感菌的抗藥性 大概只有20%左右 那到了2000年呢 已經高達64%的這個錯痠感菌 是有抗藥性的 因此 查遍世界各地的治療指引 不論是口服 或者是外用的抗生素 都不應該作為單一的monotherapy 它應該要搭配其他不同的治療 來避免抗藥性的產生 所以再強調一次 吃藥的時間 頻率跟長度 請要跟你的醫師討論 千萬不要自己隨便中斷 那另外就是 我們如果除了抗生素之外 會開一些外用的藥膏 例如說外用 A酸啊 外用的抗生素啊 BPO等等 尤其是BPO 它是一個比較不容易產生 抗藥性的一個殺菌的成分 所以這些搭配之下 就可以避免說你的錯痠感菌 變成是有抗藥性的那種比較強的細菌 那講完抗生素的好處 跟原理之後呢 那有沒有什麼副作用 是我們在吃抗生素的時候 該注意的 那一般來說就是比較老的 這個Tetracycline 現在我們已經比較少在吃 因為它是一個需要空腹 比較嚴格的一個藥物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 大概就是Tetracycline 跟Minocycline 不論是這兩個哪一種呢 我們一般都會說 同時有吃東西的話 不太會影響到它的吸收 搭配食物的吃 你的腸味道的副作用 會比較輕微一點點 那除此之外呢 我也會建議說 你吃完抗生素 盡量在一個小時內 不要躺下 以免說胃酸逆流 造成一些食道上面的刺激 那除了這個腸味道的副作用之外 另外比較常被提起的 大概就是光敏感性 在吃四環美術的療程當中呢 就記得要做防曬 不然說你的皮膚 可能會在那段時間 對陽光是比較敏感 但其實就不論是任何人 都應該要好好的做防曬 其中呢就是 Minocycline這個藥 它之所以特別是因為 血理上面它的脂溶性是比較高的 所以理論上 它應該可以比較能夠 滲透到我們的皮脂腺裡面 但這只是血理上 並沒有經過更多的研究去做證實 那除了這樣子的特性之外呢 它也比較容易會造成一些 頭暈的狀況 那如果說頭暈的狀況 真的嚴重到很困擾 請回來跟你的醫師討論 看要怎麼樣調整藥物 那除了剛剛講到了 腸胃道啊 還有頭暈的這些副作用之外 還有幾個特別值得注意的點 就是這個藥物呢 因為可能會影響到 牙齒跟骨骼的發育 因此對於特別小的小朋友 譬如說8歲以下的 就不建議使用這一類的藥物 或者是在懷孕當中的女性 哺乳當中的女性 也不建議使用四環美素的抗生素 比較嚴重的病人 我們可能會搭配口服的A酸 而口服A酸跟四環美素類 也是絕對禁忌不可以一起使用的藥物 最後就是剛剛講到 2018年美國 他們已經通過了一個叫Cerycycline 這個藥物它的特色就是說 它比較宰效 所以號稱可以 減少腸胃道的副作用產生 但因為在台灣目前還沒有 所以以後如果有的話 再為大家做詳細的介紹 那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對於 口服抗生素 四環美素類的介紹 那喜歡我們錄這些教育短片的 請Like and Shar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Bye Bye Bye